端倪世界 守护健康 我是杨医生 到2020年5月13日为止 美国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多 同时还有7万5千人可能会死于酗酒 吸毒和自杀 这些都跟疫情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有关系 看来要减少新冠的死亡率 不仅要抗病毒 还要抗焦虑 还要防止慢性疾病 显然这样的药物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化学物质 它们就有抗炎 调节免疫功能 抗焦虑 缓解精神压力 辅助治疗慢性疾病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今后的节目里要给大家一一介绍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当中的第一位 这一位它实际上是一个神经激素 它是从大脑的松果体里分泌出来的 它跟皮肤的颜色有关系 同时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吸血鬼激素 因为它总是在夜间出来活动 可能有朋友已经猜到了 它就是著名的退黑素 2017年有三位科学家得了洛贝尔奖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人体的这样一个生物节律 这个生物节律的很大一部分作用 就是由这个退黑素来完成的 这个退黑素它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调节睡眠和清醒的这样一个节律 那么它是在晚间9点钟开始分泌 在11点到3点的时候达到高峰 早上9点的时候基本上就完全消失了 那么在它分泌的过程当中 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让我们的肌肉放松 让人很快进入入睡状态 同时进入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 这快速眼动睡眠说起来有意思 因为这时候人们会做很多的梦 那么有一种病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我有个病人就是这样的 他把他做梦的这个场景 做梦里面的情况 他都能够用动作做出来 他世界上不仅在做梦 而且他是按照他的梦境来行为的 那么比如说如果是打人的话 他就是打人 如果是砸东西 他就是砸东西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给他吃退黑素 就能够帮助他缓解这样的一个症状 当然还有的人导时差 是吧 因为到了一个地方 差5个小时 6个小时 12个小时 那么为了导时差 人们也可以用退黑素来帮助导时差 那么有些朋友在现在比较紧张的状态下 那么睡不好觉 那么其实呢 这个退黑素它不是安眠药 但是它吃了以后呢 因为它能够让你的身体放松 让你比较容易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 所以呢 它是睡眠有帮助的 那么至于说吃多少呢 大家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0.5毫克也行 5毫克也行 就看到你自己的身体的需要和状况 那么吃几天 几个礼拜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调整过来就好 退黑素的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减缓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人们做过研究 就是那些要手术以前的人不都很焦虑吗 那么你如果给他吃退黑素的话 那会大大的缓解他的焦虑情绪 那么这对我们现在呢就比较有用了 因为显然是做手术嘛 是因为一个状况 导致的焦虑 就跟我们现在新冠肺炎各种各样的外界的因素导致的这样一个焦虑情绪 那么看来来退黑素呢 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另外呢 他还能够帮助一些季节性的抑郁症 是吧 有些朋友呢 到了冬天以后呢 就容易抑郁 那么研究发现呢 这个退黑素呢 对减缓季节性的抑郁症呢 也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目前的疫情情况下 那么退黑素呢 就有了他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这样一个作用 因为美国这新冠肺炎的状况呢 焦虑症变得非常的严重 上次节目我们讲到 美国人用抗焦虑药来增加了34% 实际上呢 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呢 美国人用这个抗焦虑药 实际上是下降的 下降了12%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毒副作用 和成瘾的可能性 那么现在呢 一下又飙升34% 就说明了人们的焦虑非常严重 现在精神健康热性的使用率呢 增加800% 同时呢 我们还不时听到这个医务人员本身啊 医生啊 自杀 在这个第一线工作以后 承受不了精神的压力 甚至有自杀的这个报道 那这就让退黑素呢 在抗焦虑方面的作用呢 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第三个呢 就跟我们眼下就更有关系了 就是它有直接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 因为在免疫细胞上啊 都存在着退黑素的受体 那么退黑素呢 对很多细胞功能是有影响的 特别是呢 它能够调节免疫功能 是吧 有些免疫抗净了 它可以让它减少 有的呢 免疫不足呢 它可以让它提高 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因此呢 它就有间接的杀灭病毒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呢 美国国内卫生研究院呢 正在进行一项研究 就是看 退黑素啊 对预防医务人员感染新冠 有没有作用 当然他们用的剂量是很小的 两毫克啊 其实呢 可能用二十毫克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退黑素的第四个功能啊 实际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有抗氧化剂的作用 大家知道啊 我们身体在这个代谢过程中 会产生一种自由基 实际上自由基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原子呢 它失去了一个电子 它变得非常不稳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会在身体里面 去抓别人的这个电子 那么来补充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有可能伤害到身体的其他组织 所以呢 这个自由基多了是不好的 当然了 这个正常情况下 自由基呢 它也有它积极的作用 比如说它就可以清理一些坏死的组织啊 还有清理一些病毒啊 和细菌啊 它都有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呢 如果大量出现自由基的话 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大家听说过 在新冠肺炎当中会产生 细胞因子风暴 就是过量的细胞因子 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其实呢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自由基风暴 就是因为感染新冠以后 身体产生了过量的自由基 那么也会损害这个身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褪黑素啊 它就直接中和这个自由基的作用 换句话说 它就能够直接给自由基提供它所需要的电子 来稳定这个自由基 那么所以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抗氧化剂作用呢 大家就知道了 它在我们这个重症的病人当中 大量的使用褪黑素 完全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就像现在人们输大剂量的维生素C一样 那么这种过氧化的压力啊 也是造成衰老和产生肿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 褪黑素啊 它实际上是能够让 比如说乳腺癌的病人在化疗之后 他如果服用这个褪黑素的话 他能够加速他的恢复和延长他的寿命 那么同时呢 这个褪黑素呢 还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 其实啊 这个抗衰老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只有一个经过实验是证明有效的 就是饥饿疗法 就是让人减少40%的热量 在这时候呢 能够延长小老鼠的寿命 就发现什么呢 就是人在饥饿的时候啊 这胃肠道会产生大量的褪黑素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它饥饿抗衰老作用有关系呢 那么至少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褪黑素这五个作用呢 就是它对身体各个器官啊 实际上都有影响 因为呢 它在肾脏肝脏 这个心脏 都有它的受体 那么它有受体呢 它实际上就是有生物功能的 所以呢 人们发现呢 这个褪黑素啊 有调整血压的作用 有这个降血糖的作用 特别有意思的是呢 有一种呢 先天有基因缺陷的 他们身体不能够产生作后的褪黑素 这种人呢 如果晚上吃饭晚了 就很容易得糖尿病 但是如果他们不在很晚的时间里吃饭呢 那他就不会得糖尿病 可见呢 这个褪黑素啊 在糖尿病的发病上 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大家知道啊 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是吧 在美国呢 已经超过了八万 其中呢 绝大部分人都是有慢性疾病的 特别是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还有肿瘤 那么如果褪黑素呢 在辅助治疗这些慢性疾病上 有重要的作用的话 那他就能够间接的帮助 患有新冠肺炎的病人 不至于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大家听到这里 可能觉得 哎呀 这个褪黑素真的很重要 又抗焦虑 又抗病毒 还有治疗慢性疾病的作用 那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多的褪黑素呢 其实首先呢 是应该用最自然的办法 就是让身体里自己产生更多的褪黑素 那么褪黑素啊 它实际上是根据光线的刺激来产生的 当你外界的光线刺激减少了 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褪黑素 那么当这个阳光或者光线进来以后 身体的褪黑素的这个分泌呢 就开始减少到停止 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晚上的时间 9点钟以后就要保持黑暗 是吧 在睡眠的时候要把这个光线调得很低 在这之前呢 不要看手机 不要看电视等等 那么特别是要把那些蓝光啊 给它过滤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身体里面就会自然产生很多的褪黑素 有的朋友呢 他觉得自己可能情况比较特殊啊 比如说倒夜班啊 倒视差呀 或者最近特别紧张啊 晚上睡不好觉啊 那么适当的补充一些都是正常的 因为呢褪黑素啊 它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 如果是为了睡眠问题 0.5毫克到5毫克10毫克 问题都不是很大 你自己呢试着吃啊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副作用 最多呢第二天觉得好像人还有点困啊 那么说明呢 用的多了啊 同时呢 你一定不要在白天吃它啊 一定在晚上睡觉以前啊 来补充它 如果用来抗炎抗病毒 可能这个剂量呢就要比较大一些 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有用它来抗肿瘤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剂量就会用的比较大 因为实验证明呢 这个褪黑素呢是非常安全的啊 口服啊 250毫克或者是注射500毫克 那么对身体呢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呢你如果有慢性疾病 已经在吃各种各样的药物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去商量 因为褪黑素它真的有这么多的功能 所以呢它也会跟你的药物呢产生相互的作用啊 那么在美国和加拿大 褪黑素呢虽然是一个神经激素 但是它是当作保健品来管理的 所以呢你都可以在外面买到 而在英国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药物 英国人55岁以上如果失眠了 那它第一个给你开的就是这个褪黑素 所以它是一个药物 当然了一旦成为药物呢就比较贵 那么现在是保健品嘛比较便宜啊 下一期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第二个 既有抗炎调节免疫功能 抗焦虑缓解精神压力 也有帮助治疗慢性疾病的营养素 欢迎大家跟踪收看 端离世界守护健康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上次节目我们介绍了焦虑症的问题 如果没有看的朋友呢 欢迎你去看一下 今后呢我们会就精神健康方面呢 继续介绍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